作詞曲 初音樂 作詞 初音樂 當初為什麼會想要做一個 跟歷史有關的單元 其實是因為我在跟很多 年輕朋友聊天的時候 我自己感受很深思 就是我們對過去很不重視 就是我們沒有很認識自己啦 對於我們理解現在這件事情 會有一些障礙 我就自己很希望可以做一個 有趣的歷史單元 可能不是用編年的方式 比較生活層面 美的歷史是什麼啊 然後以前人都吃什麼 或者是包括教科書的演變 可能你的爸爸媽媽或更早以前的人 他們都讀什麼 就是從生活的方面來看歷史 我自己覺得這樣就會有很多 好聽的故事 同時也會讓青少年他們覺得有趣 因為可能跟他們的生活比較接近 而不是從年代來談這樣子 最原始的一個核心關懷就是說 每個世代學的東西 他們讀的課本到底是什麼 因為每個世代讀的課本不一樣 他們受教育的內容不一樣 他們接受到的概念或觀念不一樣 可能會影響了一整個世代 對於某件事情的看法 從這個地方來去做切入 所以我們在教科書這一集 最核心的想要知道的是 到底大家對於國家的想像是什麼 那我們其實從教科書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破口 因為大家從小受到一些教育 他其實都無形之中灌輸了小朋友 某些做人的道理 那不同的世代灌輸了不同的做人道理 這是第一個我們想要去探索 但是如果我們再看更多 我們就會發現其實有很多的課文 他其實是高度雷同 他其實是國家灌輸 你變成一個堂堂正正的叉叉人 這個叉叉人就是符合一個好國好民的一個形象 其實透過教育都是直接從上而下 是非常深入貫穿到每一個小朋友 教育一個很重要的點 除了老師以外就是教科書 所以我們其實當時候的教科書的設定 是從這樣子一個方式來做出發 很多時候也是我們作為創作者 不論是我或者是說是我們故事這邊 這段時期的歷史疑問 也會投射在這個角色 他的旁白啊 他的動作設計上 很多很有趣的一些事情 我們想要了解的 那我們可能就把它變成去台詞 作為裡面的一個自問自答這樣子